信用卡被盗用 信用卡被盗用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就算信用卡放在银包里面 也不代表绝对安全 当信用卡号码 到其一 或者是卡背后的验证码 一旦落入不法分子手中 你的信用卡就会瞬间被盗用 带着信用卡都不安全 没错 因为信用卡资料被盗取的途径有很多 例如在商店用信用卡付钱的时候 被不良资源记录下相关资料 骗徒也可以透过钓鱼的诈骗网站 骗取你的信用卡资料 甚至乎有些黑客 会入侵储存了客户资料的商户系统 偷走信用卡资料 那我怎算好 最简单的做法 大家应该多加查阅信用卡交易的记录和月结单 以便尽早发现未经授权的交易 一旦怀疑被盗用 就应该立刻通知发卡银行 除了妥前保管信用卡之外 大家要光顾可靠的实体或者网上商店 当大家输入信用卡资料之前 记得要检查网页的真理 如果对网页有所怀疑 记住用防片伺服器查清楚先 演唱币 呃